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 抽6万大奖 国外影片里 主角制造跑步的假象 只为了得到更多的赞 而其实不止影片 日常生活的脸书 也常有这种情况 像是这张华的独木舟 还有海洋的照片 有点像在国外度假的feel 没想到 幸运生活中 却只是在台北街头 或是今晚吃了 什么样的美食 没想到照片 都是从杂志或是广告地业 网络上面 截取是白的 甚至是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明星 又跟他们合照了 但没想到只是一个看板行路 就如此类的留言 只希望照片有更多的回应按赞 就是po杂志上的照片 然后说我在哪里吃东西 然后其实是翻拍的 人的天性从心理学来讲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 向来天生爱目光 这是逃不了的一个焦点 一种想被关注的心态 让照片可信 打上问号 但就算是真实po文 要快速累积按赞量 其实有方法 像是有胸有腰有臀有腿 po上清凉性感照 绝对是民众抢人气的首选 另外包括了冲高朋友数 避免在上班用餐的 尖锋时间po文 还有切记不要重复发文 以及负面用词 文字简洁 附上图片 以及注意朋友的互动 都能顺利成为脸书人气王 每次看到网站 你就会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其实是虚幻 就算成为人气王 脸书终究是虚拟世界 专家建议寻找其他的兴趣 不要沉溺网路 自然不会有人比人 气死人的比较形态 继续收看这次台北上班刀